创世纪第41章 过了两年,法老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又健美又肥壮,在芦苇中吃草。 接着又有另外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瘦弱,站在岸上其他母牛旁边。 这些丑陋瘦弱的母牛竟把那些健美肥壮的母牛吃掉,法老就醒了。 他又睡着,做了第二个梦,梦见一根麦筋,长出七个麦穗,又肥壮又美好。 接着又长出七个麦穗,又干瘦又被东风吹焦了。 这些干瘦的麦穗,竟把那七个又肥壮又饱满的麦穗吞下去。 法老就醒了,原来是一个梦。 到了早晨,法老心里烦乱,就派人去把埃及所有的术士和智慧人都召了来。 法老把自己的梦告诉他们,但是没有人能替法老解梦。 那时,九正告诉法老说,我今日想起了我的过错。 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善长关在军长府的监房里。 我们二人在同一夜都做了梦。 我们的梦各有不同的解释。 在那里,有一个西伯来的少年人与我们在一起。 他是军长的仆人。 我们把梦告诉了他,他就替我们解梦。 个人的梦有不同的解释。 结果,事情都照着他给我们的解释实现了。 我恢复了原职,善长却被挂起来。 法老于是派人去照约瑟。 他们就急忙把约瑟从尖里带出来。 他剔了头,刮了脸,换了衣服,就进去见法老。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释。 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释。 约瑟回答法老说, 解梦不在于我, 但神必给法老一个吉祥的解答。 法老告诉约瑟, 在梦里,我看见我站在河边。 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健美,在芦苇中吃草。 接着,又有另外七头母牛上来,又软弱又消瘦又十分丑陋。 在埃及泉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丑陋的牛。 这又消瘦又丑陋的母牛,竟把先前七头肥壮的母牛吃掉。 它们吃了以后,却看不出它们是吃掉了肥牛, 因为它们丑陋的样子仍是与先前一样。 我就醒了。 在梦里,我又看见一根麦精,长出七个麦穗,又饱满又美好。 接着,又长出了七个麦穗,又枯干,又干瘦,又被东风吹焦了。 这些干瘦的麦穗,竟把那七个美好的麦穗吞下去。 我把梦告诉了树士,但是没有人能替我解答。 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都是同一个意思。 神已经把所要做的事告诉法老了。 七头美好的母牛是七年,七个美好的麦穗也是七年。 两个梦都是同一个意思。 那接着上来的七头又消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 那七个不结时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 也是七年。 都是七年饥荒。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 神要做的事,他已经向法老写明了。 看啊,埃及全地必有七年大丰收, 接着又必有七年饥荒。 甚至埃及地所有的丰收都被人忘记了, 饥荒必把这地毁灭。 因为接着而来的饥荒太严重了, 使人不觉得这地有过丰收。 至于法老两次做梦, 是因为神已经命定这事, 并且要快快地实行。 因此,法老要找一个有见识、 有智慧的人派他管理埃及地。 法老要这样行。 在国中指派官员, 当七年丰收的时候, 征收埃及地出产的五分之一, 又叫他们把将要来的七个丰年的粮食收集起来, 积蓄五谷归在法老的手下, 收在各城里做粮食。 这些粮食要储存起来, 可以应付将来埃及地的七年饥荒, 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法老和他的臣仆都赞同这件事。 于是法老对臣仆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面, 我们怎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 神既然把这事指示了你, 就再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见识, 有智慧了。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人民都要听从你的话, 只有在王位上, 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 你看, 我任命你治理埃及全地。 于是, 法老脱下他手上打印的戒指, 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细麻的衣服, 把金锦链挂在他的锦像上, 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 有人在他前面喊着, 跪下。 这样, 法老任命了约瑟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 我是法老, 但在埃及全地, 如果没有你的许可, 没有人可以随意做事。 法老给约瑟起名叫 萨发纳特·巴内亚, 又把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亚西纳给约瑟为妻, 约瑟出去巡行埃及全地。 约瑟势立在埃及王法老面前的时候, 年三十岁。 约瑟从法老面前出来, 遍行埃及全地。 在七个丰年的时候, 地里的出产非常丰盛, 约瑟把埃及七个丰年的 一切粮食都收集起来, 把粮食存放在城中, 各城周围田地所出的粮食 也存放在各城中。 约瑟积蓄了极多的五谷, 好像海沙那样多, 甚至他不再记下数量, 因为实在无法计算。 在荒年还没有来到以前, 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 亚西娜给约瑟生的。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记我所有的困苦 以及我父的全家。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连,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之地繁盛起来。 埃及地的七年丰收一结束, 七年饥荒就随着来了。 正像约瑟所说的一样, 各地都有饥荒, 只有埃及全地仍有粮食。 等到埃及全地也要挨饿的时候, 人民就向法老求粮。 法老对所有的埃及人说, 你们到约瑟那里去, 他吩咐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当时饥荒遍及全国, 约瑟就开了所有的粮仓, 把粮食卖给埃及人, 因为埃及地的饥荒非常严重。 各地的人都到埃及去向约瑟买粮, 因为各地的饥荒都非常严重。 火墜充就只会有些人带出坑所, 钓子在海津药。 在海洋中,